蔡議員經驗 繼續開會 這一節 總質詢由蔡議員經驗 45分鐘 議員請 謝謝議長 市長 我們三位副市長 各位我們市府的局處首長 午安 第四桌 大家也辛苦 看我的這個 投影片的封面 我想 昨天跟前天 我們也在高雄市各大市場 來 我們呼應 這個前環保署兩位署長 做所謂的這個連署 連署怎樣 我們反對核災食品 那 當然 除此之外 我們也要跟市長講 為了我們市民的健康 黨團也提案 在我們的高雄市的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支支條例 做這個十二支一條的增列 主要是禁止 其實大家比較有疑慮 我們可以看右邊那張圖 其實那是在這個311 這個核災的時候一些被害 尤其紅色黑色的地方 其實是最嚴重的 包括我們這次中央政府 打算開放福島以外的另外 四個縣市 包括黑色下面的栗木 右邊的吃層 那最右下角的千葉 還有這個群馬 其實在其他縣市 它在這次的福島核災所 測出來相關的輻射量 紅色的地方都是相對嚴重的 所以為了維護市民的這個 吃的安全 那我想不管中央怎樣 我想我們國民黨團 我想議會也會來朝這個方向 來做這樣的一個動作 禁止這個相關的一個核災食品的流通 那這個問題當然相對嚴肅 吃飯時間我想先談一下 相對輕鬆一點的議題 我想市長在過去兩次奧運 算是體育項目裡面 非常一個頂級重要的賽事 不管是一二年 我印象中市長盤梅仔 也去這個第二旁 莊智淵桌球館 也去關心我們 印象中那是八強賽吧 四強還八強 我們莊選手 那包括上禮拜 市長也去把我們的 也是我們高雄市 我們的戴資穎 龍登這個羽球 球候候候候 他那個當然不是一場賽事而已 他一年下來 累積的這個性質 是這個球候全世界第一的 市長也去給他強氣 我們高雄的 高雄的 高雄的 那 我想市長 這樣也表示你 關心我們的體育 我們的運動 那我來問一下 問一下 我看看 聽說這個 張明正局 張局長有在打雷 你覺得 這個運動賽事 跟我們的生活 有什麼關係 請張局長答覆 請回答 謝謝主席 謝謝蔡議員 我想運動其實可以強健身心 然後可以促進健康 謝謝 其實這是最基本的 我想 我相信多數人會講這個 但是比較可惜的 其實這跟台灣本身的 本身的整個市場有關係 職業運動 職業運動 當然我們有我們中華職棒 有超級籃球聯賽 在SBL 我們來看看 其實這個 左上角 是一大犀牛 在今年封王 不過在他封王的背後 其實 一大不完了 那也很可惜 一大本來是在高雄全組場 那當然 跟我們這個 陳情武棒球場這邊 有不知道什麼問題 我想 說起來都熱熱鬧 我就別說了 不過這個真的激勵人心 雖然 一大決定不完了 不過他們的球員 盡心盡力 拿出最好的表現 在 我們今年的總冠軍賽 本來先輸兄弟兩場 我倒贏四場 在第六場 拿這個總冠軍 我想不簡單 未來他富邦 他的對名是怎樣 這個現在都還不確定 也許就到北部去了 高雄其實措施兩次機會 包括南牛 現在叫南米古桃園 那還有一大犀牛 我想職業運動 激勵人心 凝聚地方的團結力 我們來看國外 我們先談我們的這個 王建民選手 我想在座如果對棒球有興趣的 應該非常清楚 2006年2007年 其實2005年 王建民就升上大聯盟 他那時候就表現不錯 他那時候就表現不錯 不過他沒有打完整季 0607都在洋基隊拿下19勝 我那時候在念書 都整個沒睡 早上7點去看實況轉播 去看那個 心情都很好 我記得那時候各大媒體 甚至全版面 我想那個就是激勵人心的所在 他們的奮勇表現 那我們看看 這個相對發展比較長久 歷史長久 而且穩定的 右上角 這是一個波士頓紅襪的投手 柯西林 他也退休了 我們的王建民 我把他放在那裡 柯西林小張一點 那個台灣人 這張照片 是2004年 紅襪 打破了被比魯斯的魔咒 時隔86年拿下這個 世界大賽冠軍 這個是 美聯的冠軍戰 第六場跟洋基打 他腳又流血 他倒了贏這張 比較怕世界大賽 然後下面這張呢 這是今年 今年 芝加哥小熊 這也經歷了108年 他才重返 美國的世界大賽冠軍 100008年 所以有人說他叫什麼 光绪熊 上一次拿冠軍 是清草的時候了 你看這他遊行 預估幾百萬人參加 這對整個城市的 相信力 凝聚力 其實都非常 帶來非常正面的 甚至我想 像這些體育賽事 如果在我們高雄 能夠蓬勃發展的話 其實啊 茶餘飯後 不是只有政治的 政治的話題可以談而已 多談一些正面的話題 我想這也是很好 那包括我剛剛講的 我們的奧運比賽啊 我們的這個 莊智淵選手 戴智琳選手 許淑敬選手 這都我們高雄市出名的 有驅動的 有球的 投球的 頂頂 所以 體育 跟生活 其實他扮演一個非常正面的角色 讓我們 可以把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忘掉 我們關注賽事 其實我就要看腳球的 為什麼要看腳球 1998年 我剛好 剛好不小心啊 看到 歐洲冠軍盃 這個曼蓮 對 拜仁慕尼黑 那場是怎麼樣 拜仁慕尼黑1比0喔 從頭領先到 延長賽 曼蓮才靠延長賽進球 拿下那一個冠軍 我從那一次以後開始 愛上足球 其實那種 對我們的 激勵 這些運動選手的表現 其實可以帶來很大的幫助 那我們看看我們高雄市 回過頭來 這個是我到我們的這個 國民運動網站去抓下來的 左邊這張圖是我們高雄市 有相關的體育場館 我想職業運動 是一件事 如何深化到我們剛剛局長講 運動可以讓我們身心健康 深化到每個人的運動 左邊是我們場館 但是你點進去看 很多都是在學校裡面的場館 那這些學校的場館 當然有些有開放 不過有些是寫 沒有對外開放 這都公開的資訊都可以去查 那我們再看看右邊 過去幾年中央政府也補助地方 來做所謂的國民運動中心 這台北市的國民運動中心 到12 新北市呢 13 這上面是地方政府自行去籌措經費 下面這個是中央有補助的 新北市有幾間 6 7 有8間 國民運動中心 新竹 彰化 屏東 國民運動中心 高雄有沒有 跟市長報告 高雄現在沒有一座國民運動中心 那是大規模的 裡面是複合式的 有羽球有桌球 我還蠻希望高雄有在國民運動中心 我最近開始有在打球 有時間會去打球 當然大家知道民意代表在交通也沒用 還是撥個時間去打 其實 相對遇到很多人都在談這個 怎麼哪裡有國民運動中心 我們沒有這樣 那這個是不是來請這個 我們教育局長來答覆一下 為什麼我們當初是不是有去爭取呢 還是在爭取上 跟 中央有什麼樣的落差 還是怎樣 是不是請局長答覆一下 為什麼高雄現在就是沒有這樣的一個 國民運動中心 請局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蔡議員 謝謝蔡議員 對這議題也相當關心 最早我們在這個102年以前 是有林亞跟小港兩個國民運動中心 在進行規劃中 那後來因為縣市合併做了一個調整 那目前高雄大概是全國最有條件發展成 運動園區的一個城市 你看其他城市 不管新北台北等等 他們大致上沒有很大的這個綠地公園 比較服務員狹小 所以是往立體化的發展 國民運動中心 那高雄現在走的方向是屬於運動園區 第一個正在改造的就是等於是 大鳳山的運動園區 那將來下面還接的就是 男子的運動園區 還有這個鳳山運動園區 中正運動園區 都會在進入我們的規劃之中 所以方向不太一樣 那中央來講 一共有32座全國 那但是他這個計劃到106年 經費執行完畢就停止了 謝謝 局長你先請坐 局長講得沒錯 我有上去查資料 我說我們高雄推展的方式 跟其他縣市不太一樣 不過有些運動就是要在裡面啊 你頭這麼嚴重2、3點去打哪兒球 你如果沒有抓風、抓風、抓風 是要去打 桌球可以在戶外嗎 羽毛球 其實都有限制 戶外有他的限制啦 那當然戶外也有好處啦 也不是說我們的方向 完全不對或怎樣 但是這樣的運動中心 我想我們可以去看 其實他除了 興建的時候要經費以外 就我所了解 他後續的維護營運 其實基本上都可以做到一個 他可以打平 不需要政府做太 因為他們很多都是做OT的方式 委外經營 所以像這樣的一個公共建設 我覺得會比 不是說其他不好 但是對於我們政府的財政負擔 這樣的一個公共建設 是可以考慮去做的 我也希望 教育局 除了剛剛你們講的 我們大家戶外 其實這樣的國民運動中心 我個人是認為有這樣的一個需要 不過再回過頭來 這個很可惜 應該是今年六七月吧 今年六七月 我們體育處 處長應該有到場印象中 有辦了一個說明會 說要拆這個嚴懲的活動中心 當然現場 有一些團體他們都持反對 因為他們就在打球 他們就在 之前我自己報告 戴資營 他們爸爸在這裡打 這個小孩在這裡打 我不是很確定 因為我問那種打羽球的朋友 他說他可以這麼厲害 其實他常常跟男生的對手在練 那我是不是來請問 其實他有他的 嚴懲的活動中心 他有一個特殊的意義在 我不知道教育局長知不知道 局長你知道他什麼時候啟用的嗎 在民國六十三年 是 那你知道民國六十三年那時候是怎樣 真的不知道 你先請坐 民國六十三年我們現在叫全運會 全運會 全運會以前叫區運會 區運會以前叫台灣省運動會 民國六十三年 1974年10月就是高雄主辦 區運第一屆的一個場館 他也具有他的歷史意義在 只是這個歷史意義看大家 當然 我想交易局也是用心 因為這個經過這個 結構的這個評估 他確實是屬於一個危險建築 不過很可惜我們 知道的訊息是 拆了以後 沒辦法倒回來 當然有很多原因 災情也好 他土地使用的 土地使用的這個寒座也好 其實土地使用 我想其實這是都市府可以做主的 我們當然很希望這樣的一個 坦白講 沿城這個活動中心拆掉以後 原來的市區可以找的這樣的一個場館 都在學校裡面 我不知道市長知不知道 這些團體他要去學校 他們是每天打 但是學校有上課的時間 有學生的安全要兼顧 有時候變成是沒辦法每天打的 其實這也限縮了這樣的一個運動的風潮 所以我有兩點的具體建議 是不是請市長可以答覆一下 第一個 剛剛講職業運動 我想職業運動 他帶給人心的激勵的正面的效果 也感謝市長 我們現在高雄有一個職業籃球 這個不是超級籃球聯賽 市長聽說有去做他的這個榮譽林隊 聖徒隊 聖徒隊 就是說他們選擇高雄落腳 未來我想只要在合覆法令的狀況下 市府這邊能夠來協助他們 只要合覆法令 讓更多的高雄人能夠來參與 畢竟職棒 你說要在擴增球隊短時間內可能也有困難 你說他在白尾社全主場 你還要叫回來 這也有困難 現在就有一個現身的 若球隊這件要在我們高雄 他在11月27日在雄中打一場 打第一場跟香港打 然後現在因為他們是 只有台灣有這樣的一支高雄式的聖徒隊 台灣只有一隊其他都在其他國家 所以他打課場要到國外去打 都在東南亞 然後到1月初再回來台灣打 我想只要在合法的情況下 能夠鼓勵更多的市民 去參與這樣的一個職業運動 我想這個對城市的凝聚力也好 城市的認同感也好 對整個城市人心的激勵向上也好 我想都是很大的幫助 市長可以答覆一下 那另外 是不是可以許給我們一個國民運動中心 跟教育局目前所推的運動園區 是有那麼一點不一樣的 其實運動有很多種 有的當然適合在戶外 不過有的真的適合在室內 像這樣的一個機會 我不知道市長你有什麼想法 請市長答覆 請市長說明 謝謝議長 謝謝蔡議員 高雄市在2009年世界運動會 整理的大高雄地區有很多的運動場 場地跟場館 我們的適應組場館有最標準的 包括我們的巨蛋也是非常適合打職業籃球賽等等 那當時對於國民運動中心 國民運動中心它基本上就是一定要收費 一定要付費 那因為台北市新北市跟高雄市所有的環境空間非常不同 當時市政府的內部在做了很多的評估 就是我們高雄市有很多空間 高雄市不斷地開闢很多市民運動的場地 所以當時它是說國民運動中心一定要收費 一定要收費 對我們高雄的鄉親來講 大家比較不習慣 但是這個部分我們當然也是有評估說 現在高雄市有很多的運動場餘也有室內的 那我們是不是也用國民運動中心的方式 用VOT或者用讓外界經營的方式 頂頂 是不是有些時候的收費 市民的接受度等等 這個都是我們要考量 但是當時的國民運動中心 我們當時是認為我們的中正體育運動中心 我們的那個地方 要國民運動中心在那裡 我們的建議就說要刷去封刷 縣市合併因為他們地理很近 這樣是那個感覺比較好 當然後來提議書有表示 就是說在國民運動中心 只有在台北市跟新北市 尤其在台北市的部分 它每一區的國民運動中心 因為它沒有空間場地 可以讓市民很自由的活動 所以有這種差異性 但是高雄市將來如果剛剛蔡醫院提到 我們有很多室內的 可以讓人運動大多數都在學校裡面 那我們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跟教育局來討論 我們有肉乾的場衣 如果它的設備非常的齊全 如果不影響學生使用跟上課 這個部分能不能做盡可能的開放 像現在高雄市所有的圖書館 我們都是開放社區使用 要求所有的圖書館都一定要下到一樓 就是要讓大家很方便 這樣的一個概念 我願意跟教育局來討論 另外一個部分我們願意跟中央說 對於這樣的國民運動中心 其實在都會區 都會區北高兩次也不太一樣 這個部分可以用幫助我們規劃的 比較大型的運動園區裡面 就是大的運動園區裡面 也是有類似小型適合室內運動 這個部分我們在爭取中央在這個部分 大力的支持我們 我覺得我們也同意像譬如像我們那個聖徒隊 聖徒隊成立在高雄成立 蔡爺也有去我也有去 因為我們都是鼓勵 如果高雄市在整個亞洲直南的部分 有傑出的表現 這也是高雄的光榮 這個部分我們以高雄市政府 豔力在這個部分大力來協助 謝謝 謝謝市長 我想市長對於這樣的一個建議 其實是正面的一個回應 不過我還是要跟市長再報告一下 其實在學校相相關的場館 其實還是屬於付費制 你當然操場那是不用收錢 可以你如果就打哪兒球的 我們在鄉中在打那也是要收錢 因為你沒收錢你沒辦法管理 大家去打打不完 包括打魚球那個也要收錢 像四海一家有一個左營黃中心 那個都要收錢 所以其實就我所知 有些從事這樣運動的人 他們也會集資一起來做這樣的一個場地付費 其實市長應該是不需要太去擔心 這個室內場地收費的問題 那個自然能夠化解 所以也希望說我們教育局這邊 市府這邊要持續 我想不僅僅是我們現在在推廣相關的這種 戶外式的運動園區 其實室內的這種 也許像市長講的 不是說像國民黨中心這麼大的 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高雄是有那個必要性 有那個必要性 我覺得這個是幾個議題裡面相對輕鬆的 再來是一個 就比較嚴肅的問題 我想過去幾年 不管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 都認為這個居住正義的問題非常重要 居住正義 所以呢 對於整個如何來抑制整個全台灣這個 房市的交易 房市價格 去做了一些相關的政策 比如說我們最常聽到房地合一等等 乃至於說最近這個各大各縣市 調漲這個公告地價 為了符合說 讓公告地價能夠符合這個實際的交易行情 不過公告地價調整以後 也產生了蠻多的問題 那其實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 到底這些政策 對於房價 有沒有抑制的效果 上面這張圖是高雄市的住宅價格指數 它的基準點是民國102年 它把它當100的話 在這個字比較小 應該是104年 這第幾季 每一個都是一季 其實從102年到現在 它還是持續漲 大概漲到102年 多了大概一層至兩層 那我們看那個政策執行以後 其實對於房價的下跌 其實還是影響相當有限 影響相當有限 我們當然希望說 每個人都住得起房子 但是我個人會覺得 其實我印象中過去在跟我們市政府的長官在聊的時候 我那時候也脫口而出 公告地價是不是應該要符合 符合實際的交易價格 才會比較好 我也曾經脫口而出這樣的話 因為那時候就討論到說 我們財政拮据要開圓截流 我也認同開圓截流 但是我覺得開圓截流如果去影響到市民的生活 其實這個必須要去非常審慎的評估 那房價其實抑制效果是有 但是看起來是有限 但是呢 對於房市的交易量 這是六都 在2016年9月 他這種房屋移動的一個統計 這地震局的資料 各地的地震局都有提供這樣的資料 給一些房地產的研究中心去做研究 2016年9月跟 他去年同期 年減8.3% 那這個2016年的2月這個數據更誇張 他跟2015年2月的比較 少了36.2% 不過也有漲的 不是每一季 不是每一個月都減少 不過通常都呈現大幅減少 這表示房市萎縮 房市萎縮 那是不是先來請教一下 我們地震局黃局長 就這樣的一個資料 我不知道我講對不對 是不是有你的看法 到底房地合一 那這些打房政策一出來以後 對於我們的房價 對於我們的房市交易量的影響是怎樣 請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蔡遠的一個指教 在這邊跟蔡遠報告 剛剛有提到說那個 這個價的量的部分 在今年的這個2月是有萎縮 那是因為去年的年底 大家要趕在那個皇帝合一歲制之前 所以有大量的一個移轉的一個數量 然後2月的時候剛好也是碰到 農曆過年 所以這個量是比較少 那總體來講 這個去年跟今年同期 就到9月為止 這個買賣的案件 的確是有減少 減少的趨勢 但是價呢 它不一定會跌 不一定會跌 主要就是 大概有一些這個建商 它的一個利率 利率不是那麼高 所以它大概還可以忍受 還可以把這個價格 hold住在那個地方 基本上整個這個量 是微虎的下滑 是實情的一個狀況 好 謝謝 黃局長先請坐 那我來問一下 我們財政局檢局長 這樣的一個量的減少 對於你們預估 我們要說 房屋交易就有土偵稅跟氣稅 這個會不會有影響 請回答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當然啦 如果交易量減少 事實上我們氣稅會減少 跟著減少 不過今年我們的土偵稅 我要跟議員報告 並沒有減少 因為我們有一些特殊的案子出來 所以我們今年土偵稅收得還不錯 有特殊的案子 你先請坐 局長 我想提這樣的數據 我會認為說 居住正義我們一定要顧 但是政策出來了 房價 就像局長講 其實黃局長講 沒有跌很多 但是交易量影響到了 其實這對 因為現在進出口也都不好 我們的內需市場就要好 如果要經濟得好 內需市場 房地產其實它是一個指標 那其實這樣對 是不是對整體的經濟有影響 這個都必須要再看 那我們就來看看 有沒有影響到我們政府稅收 土偵稅 104年決算 78.4 105預算就少了將近8億 69.3 我不知道剛剛局長是說 達標還是超過很多 那明年是編70.2 這個現在在議會審議 那如果是104決算 跟106預算來比少了8億 在地價稅的部分 104年決算94.8億 105年99.5億 106多了30億 這個就是這次我們調漲公告地價 所多出來的稅收 我想開園截流 如果就開園截流而言 這樣好像是一個好事 但是我們也常常跟市府討論這個開園截流 我想 好開園截流 但是如果去影響到 而且 我想我合理懷疑啊 這我個人意見 合理懷疑 會不會啊全台各線 我剛剛講 房市委說啊 這個不是高雄市啊 這全台灣的 甚至我相信 台北市新北市比我們更嚴重 它勢必土徵稅會減少 我們可以看到嘛 104年決算跟106年預算 少了少了8億 我懷疑 透過這樣去維持那個 我們的稅入規模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這樣的用意 這是我個人合理懷疑 維持稅入規模也OK啊 但是到底怎麼樣維持 包括我們在說 稅制要怎麼改革 正持有稅這樣合不合理 其實這些稅法的東西 因為我不熟啦 說這個題目 其實是概念到啦 我合理懷疑 我們是這樣 而且是全台下去做這些事情 中央地方 那這樣到底好不好 人民的生活是怎樣 我們來看一個表格 這個是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 我幫我們主計處宣導一下 現在開始在調查 今年 幫你選擇一下 我們就看104年就好 其實每一年都微幅增加啦 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 964,895 這全台的一個數據 那我們高雄市呢 是946,918 所以我們姑且也其實 我們的平均跟全國的平均 看起來是沒有差太多啦 那我們就 他把這個每戶做五等份 也就是說 每戶可以支出的 比較少的20% 他的平均支出量 支出的這個所得是多少 到 第二個20% 40%到60% 60%到80%到100% 我相信在場 那包括我自己 我們可以都在右邊這裡 這一年 他每戶可以支配的 可以支配的所得 是113萬 193萬 很快的落下來 其實在前50% 一年 一年 三十二萬可以支配 這呢 一年 五十八萬 所以等於說 有全高雄市 一百 將近 一百零七萬戶 的這些人家 還有百分之五十 他一年可以花的錢 大概六十萬 然後 越往 越往越少 其實那個狀況都不好 而且這些 這些錢有些是政府的 所謂的 移轉的收入 那就是補助的 那我們看 公告地價漲 這些比較低的也許沒有房子 但是他跟人家租房子 他跟人家租房子 他跟人家租房子 租水會棄 我相信會棄 你如果出租你應該會棄 因為你先不前家 這些 像這些問題 那其實還有很多地價稅的個案 有些繼承下來的土地 很大一筆 他那種繼承 有些那種農地 或是重化的土地 那很大 他可能只有土地 他沒有錢 其實在新聞上看到的很多 都是這樣的案例 你叫他 一下子拿出幾十萬的這個 幾萬塊的這個 低價稅 其實是很難去繳 即便我們有提出 可以暫緩 可以分歧 勢必還是要繳 這會不會演變說 很快這些土地就賣掉了 這樣好嗎 除了 除了 地價稅以外 去年 高雄市 污水處理費 然後呢 垃圾處理費 現在 風化爐進去 當然這個 你如果自己在家裡 其實沒影響 不過呢 你如果是大樓 現在很多 這也是我們議會很多同仁在講的 大樓委託人家清運的 那個都要漲 甚至是有一些店家 基點的海三家 他們本身 跟這個 情結局的時間配合不好 他們的委外清運 那個都要增加 其實相對這些成本都增加 我剛剛講 我們的內需市場 除了政府的公共建設 這些房地產以外 其實這個消費市場 我們如果 因為這些政策 增加人民的負擔 當然我們講 使用者付費 這個合理 OK 那這個負擔如果去影響到消費市場 我想 在現在的景氣這樣 其實很多人都在講 現在是不是提高公告地價 讓這個提高這個地價稅的時機點 那時候的景氣還是不好 這可以去問的 我講我們去大樓開會 你知道大樓吵架 為什麼 為了什麼吵架 過去幾年我們在講勞基法 保全的心緒要去 一平價五塊十塊而已 兩邊就要完價 我們政府在做 不要說做這些事 而我們的一些政策 卻提高了人民的負擔 這樣真的好嗎 我想 講這些東西 我們也只希望說 我們應該讓民眾活得快樂一點 大家都比較好一點 不要說大家都抵到這樣 所以 我想 地價稅這個東西 我們黨團也跟在這個 有跟我們局長討論過 他說 其他的也都去中央拿回來 怎樣怎樣 我想 在相關可以協助 不管是 這個補救的措施也好 我想我們應該是要 有更多更有彈性 不要因為我們這些 去講 我們當然希望 這個動作可以停止 是不是可以慢一點 是不是可以慢一點 這個 因為時間有限 待會是不是市長 可以再一併答覆 不要去影響到市民的生活 這麼多 緊記不好 我們的錢 其實現在 很高的政府 做的事情 其實 還不一定對生活 真的有相對的提升 而且這 影響到這些 消費市場 其實對景氣是不好的 好 那這個核災食品 我剛剛有講 我又簡單太過了 其實我們的看法是這樣 不管我們說邊境管制 你知道現在 中央政府說 要在什麼高雄 關什麼關 增加冷 其實這些食品的檢測 是送到原人會去檢測 原人會有多少人 目前才13個 要負責全台灣這些 而且台灣 輸入日本的食品 其實很大量 這個在排名都看得出來 香港 香港 中國 台灣 南韓這些 都是主要日本一些食品的輸出國 我們的邊境管制的能力 所以才會希望說 提出這樣的我們的自治條例 再 其實大家對這個都沒有信心 大家對這個沒有信心 人日本人 這位是琉球大學的史奇教授 他也講到 其實我們現在對 輻射的標準 是 根據怎樣 根據外部的曝射 他的研究 我們食品吃下去以後 其實內部曝射跟外部曝射 是有差別的 像這樣 其實他們日本本身 日本本身都還有疑慮 也不是說大家都敢吃 所以你說要科學 我們可以講科學 但是有些東西 講科學像這就科學 有些東西不是科學的 你像去年的改標事件 你像 也有其他人拿出這個 台灣買得到福島的酒 福島的酒用什麼做 用福島的水做 我希望 我本來是希望上網去查 可以查出說 中央政府針對這個事件 有什麼看法 找不到回復 這支日本福島的酒 這種水做的 其實水是不能 水在我們中央政府 中央要開放福島以外 四個區的食品 水好像也是不信的 但是酒是水做的 在台灣買得到 那包括上禮拜新聞而已 一些團購的網站 這些管制 其實現況來看 我們都已經管制了 這些食品 還是透過各種不同的方式 在台灣流通 也許量沒有那麼大 但是其實那是蠻可怕的 包括我們的檢驗能力 所以我們希望說 在這些東西 都還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的時候 至少我們高雄市 可以做這樣的一個把關 讓高雄市民 不要免於這些恐懼 不要免於這些 因為昨天 在各大市場連署 我有到現場 其實很多人 其實對這個是 是有同感 那當然 我們也希望 他說有道理的東西 不過很多東西 還沒釐清之前 其實這個都 我覺得這開放 對我們都不好 那最後一個議題 我想 待會也請陳市長 一併答覆 再過五天 就是我們國際人權日 那我們可以看到 左邊這張圖 這在台北的這個大稻埕 這個叫做 阿嬤家 阿嬤家 和平與女性紀念館 就是要紀念慰安婦的事件 那他預計是在 國際人權日這一天 來開幕 那包括我們市長 其實陳市長 在人權這一塊 相當重視 因為你本身 就是一個 相當主張人權 那所以也受到 這個這個這個 南韓的邀請 到那邊去演說 這光州人權演說 這去年的事情 我印象中 那時候市長好像有說 總質詢的時間 但是因為這些公務的要求 你不 我不知道你幾次扔不去 人家幫你邀請 你幾年有去 我想你對人權相當重視 但是講人權 這個我一定講不贏市長 我本身對這個 其實相對的都比較陌生 因為我對人權的定義 當然每個人有每個人不同 那我去查為幾百科 人權是什麼 生命 生命權 自由權 財產權 尊嚴權 獲助權 公正權 受教權 這裡面有一個財產權 我相信市長也是很辛苦 剛才這半年 這幾年 公司很多 這些空氣的事件 尤其是這個 我個人比較關注果菜市場 當然議長在這邊 議長也非常關心他們 也幫他們辦了這相關的協調會 也知道果菜市場那條路打通 有它的必要性 那當然國菜市場他們就提出 這個到底不需要打通 字容詞沒有用 怎樣怎樣 要去講這些 可能可以跟水利局長講 半個小時講不完 但是我個人覺得 那都知為末節 不要去查 去查那些做成對立 你到底家民路那邊 要過來 要過來 要過來後來這邊 當然路打通比較好走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需求 我覺得去查那個 真的都傷感情 而且我本來 不太講這個是因為 之前在我們古山 七號運河 我們是站在 這個必要性的立場 來 不能說請 來跟住在那邊的朋友說 這要開運河 家出要那 不然要聽 所以這個在立場上 其實有一點點 那麼不一樣 不過我是希望 其實這整個徵收案 從民國62年 一直拖到現在 這中間也很多故事 再來過去 也有判斷徵收合法的 也有來進步打回來 說我們的這個 拒絕法販土地 是無效 處分是無效的 很多問題在 那因為很多問題在 其實這 從 62年到現在 40年的 40幾年的時間 議會 過去的議會的先進 也有幫他們爭取 可以補充更多 這也是有 這也是有 這都屬性 我覺得 站在居處權這一點 其實我們現在徵收 相關的徵收 不管是徵收 那個那個 抑價 還是說 搬遷費用等等 你要 這些人 拿著政府給他的這些錢 他去找一個 一模一樣的 他可能 我常常說 你可能要去 旗山 要更多 要去拔中 你在這裡生活 未來高雄市 包括大林浦千村 我相信都會面臨這樣的問題 包括 這個 這個是 簽證 我們現在簽證那邊 也要做這個 整個都市更新 像這些 我希望 我希望 我們高雄市 所有的 局處首長 在處理這些事情的時候 應該是在尊重 想辦法讓他們 可以 安心的居住 我那天回到的 一個 安門港的 前川的 在一場會議 我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 他跟我講 很多人 紅毛港千村以後 很多長輩 其實很快就離開了 因為住不習慣 我不知道這個 是不是屬實 還是個案 像這些問題 我希望我們市府 市長這邊 能夠去關心這些 因為這些案子 而被迫搬離的人 他們的生活是怎樣 其實這個案子 還在訴訟當中 國菜市長 這各有歡迎 他們還不知道 還有給我們 各企監護 所以我想這樣的議題 我希望在高雄市 儘量不要發聲 我們如何讓這些人 配合公共需求 來滿足多數人的利益 之下 能夠好好 請市長回答 謝謝 謝謝議長 謝謝副議員 副議員 關心國菜市長 很努力 謝謝 國菜市場 所有的法律程序 都已經完備 公務人員依法行事 如果法律沒有程序 沒有完備 沒有人敢執行 沒人敢 這個中間 如果當然 我們也同意在過去 民國六十幾年 還有民國七十幾年 這個中間有很多的過程 當時的徵收、徵收的價錢 有的大多數的地主有接收 少數的地主一直都沒有接收 其中有21號 差不多從頭到尾都沒有接收 沒有接收 包括他也沒有去領那個錢 從這個部分到後來 他才的錢 充公沒收 這個部分 在這一次處理果菜市場 都有一併做最好的考量跟處理 這個部分 人人有污住 讓大家可以有廚房大 大家都有這個部分 一個美好 讓人人有污住 人人都能夠做的一個 大家都有居住錢、生存錢 一個美好的世界的追求 我想所有的人都很嚮往 不過今天我們高雄市政府 站在市政府處理的部分 市長有市長的職責 就是解決社會散衡的問題 社會無公平的問題 這是可能人類學家、社會學家要去處理 市長一定是要處理大多數人最大的利益上來考量 我們以前市長的問題 這個地主本作最部分 有一個部分就是原來的地主 原來的地主 經營 百分之八十多都同意 都存糾索家 我們在這裡應該要公平、合理、處理 現在後來有的是減養 因為這個地方經過四十年來 很多的佔用戶 佔用戶還是散衡、貧窮 高雄市政府有責任要做最好的安置 安置之後 我們應該在大的地方 市政府對於弱勢的部分 應該做最好的安置 這個部分市政府也都做到 另外一個部分有電農的問題 瘦瘦電農 瘦瘦是要人的管理 這個部分 他們中間有的保障費 有的防護、拆除費 什麼頂頂 我都要求農業局在處理這個 盡量從寬 盡量給予最高的協助 甚至市政府這個法律的程序 完備 市政府還要蓋21戶 讓我們所有無限當時揪手 他頭到尾都不同意監修這些人 一個月用三千元 到底是市政府會把市政府做 市政府蓋21戶 讓揪手這些人 27年可以優先在那裡住 27年之後 他是不是要繼續跟市政府證書 27年以後 我相信市政府 未來的市政府再去處理 這個都是市政府在處理的過程之中 最大的柔軟 大家可以處理的部分 都很大力量 在這裡有淹水的問題 在保障高、孝順街、長崎煙水 也都很多市民的公共利益 市長不能視而不見 那個地方有登革熱的問題 我也不能說那不是我的責任 那個地方石泉路的路口 是高雄市十大經常發生車好的地方 市長也是要努力去改善 當然我也可以擺爛 我也可以不做 就是四十年八任市長都沒做 現在也可以沒做 但是我相信創議員 所有市民期待 都是市長可以去處理這些問題 盡量對散鄉艱苦 不說不定 我盡量跟密博 盡量做最好的安置 他們期待是一個有作為的政府 那我已經盡我最大的可能這樣做 我想根據我的人權信仰 我相信我在這個部分 我非常努力在這個部分 做最好的照顧 那我也希望蔡議員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當然我沒有辦法 讓所有的人都滿意 但是至少 在這個部分 區域在那裡 必須做製紅池 在那個地方 改觀營水的問題 石泉路要打通 我希望市民朋友可以幫我支持 謝謝 謝謝蔡議員 也關心果菜市長 時間已經到了 休息下午三點繼續開會 開會 電洽 是 這兩點 那厲害 感谢观看